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人员投过杨天迪 今天是3月29号 礼拜二 台股在今天 欧美系的外资都归对了 不过 我们的指数却向下大 跌破的月线 产生了一个现象 叫做进入整理 我曾经跟各位谈过说 量缩在高档 基本上下引线是无用论 我也跟各位谈过这个东西 那么同样的量缩不认低 所以今天的下沙下来 其实已经有一些在判断了 因为肢减卷子下跌量缩 通常代表是人气退潮 所以我想 排股的人气在退潮 所以短线上面 会产生所谓的沙盘力量 原漆黑 1234567 那跌破的月线 这条是月线 这条是季线 根据两线理论来判断 跌破月线叫做进入整理 因为月线叫做活力线 季线叫做生命线 这条线叫活力线 跌破这条活力线代表活力减退 所以我们要进入一个中断整理了 这条季线叫生命线 生命线还在往上扬 所以我们的生命并没有改变 所以多方的结构没有改变 短线上面来看叫做短空中整理而长多 大概的一个状况是这样 那一般整理是怎么去判断呢 时间波的判断大概是三到五周 也就是如果除非这两天 他老兄给我拉回去 他老兄给我拉回去 拉回到月线之上 否则一般来讲就是一个整理盘 整理盘的结构里面有几个重心点 就是它跌到哪里会几点 那我们就来观测一下 大部分人会告诉你季线 那季线是最后的防守线 一般来讲我在判断是这个东西 这有一个缺口 这边有个缺口 这个缺口的位置的低点 大概在八五四里 所以我想我们要回撤的 第一波的一个位置 大概在八五四里 那今天算是回撤了这个 长黑棒的低点 有点跌破 但收盘也收起来 这个地方效果不大 因为它刚刚跌破月线 所以这个长黑棒的支撑点不大 所以我们要看这个东西 八五四零点 大概是目前我第一个看法 它修正的短期的低点 那中期的一个部分 因为它进入一个中段的整理 所以到时候我们再来看看 它中期的低点会落在哪里 那今天什么股票最弱 生计股重挫 生计股重挫 那生计股四一七四的耗底 今天打到跌一半 股价从七百块以上 打到剩下三百六十块 跌幅已经腰斩 股价已经跌一半了 那你回头想一件事情 当时有多少人告诉你 生计股小英当选 生计股要往上飙 你现在回头想这些事情 我为什么要跟各位谈这个东西 就是你不要看当时的状况 去做股票 这个常常是很多犯的毛病 都在这边 股价的位阶跟股价的趋势 产业的趋势 才是你研究股票的 最重要关键点 我先跟你谈这个原因在哪里 就好像早上 今天生计股在走弱的过程当中 早上有一个产业非常强 什么产业 太阳呢 有没有 早太阳往上拉 然后呢杀怀 太阳能的产业 它未来有前景吗 没有耶 没有当你在买太阳能的时候 那你买的目的何在 这个东西拉得快5%了 已经4%多 全部杀回来 全部杀回来 我一次认为买股票 或者是操作股票 我们看的是产业前景 太阳能的产业 并没有太大的前景 你可以抢短 但呢 但你要小心 如果大盘是一个修正坡的话 这种产业我通常连抢都不抢 我连抢都不抢 这就是一个关键点 为什么跟各位谈这个东西 因为我发现了一个关键点 很多人做股票是靠着消息面去做 那要怎么做才是对的 我们要进广告了 进广告之前先跟你谈一下 夜城 盘中达到跌零 你怎么想夜城的 我们先写进广告 待会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早盘的夜城杀了下来 昨天的夜城大涨上去 昨天为什么大涨 因为媒体说 这个宏夏可能在三月底签约 所以昨天夜城大涨了6%吧 5-6%来到114块半 今天为什么杀下来 因为在9点50分的时候 市场传出一个消息 因为夏普可能去年的 2015年的一个亏损是扩大的 所以红海未必跟他签约 开始击杀 这就是消息面在影响股价不是吗 我先跟各位报告一件事情 郭董现在不会跟你记者说任何东西 因为他们叫做监默期 现在包括夏普 包括红海都不会跟你说任何的东西 因为他们在接默期 那很多人做股票 我在反问各位一件事情 如果你做股票 完全不考虑股票的价值 你在买是因为消息 你在卖也是因为消息 那我告诉你 夜城你会不会扒来扒去 早盘杀杀到104块 打到快跌停了 103块跌停 收盘111 收盘收上去111块半 我突然发现一件事情 大多数的市场的投资朋友在做股票 就是这样 你来先回来想想 我当时买夜城的原因何在 好不好 我当时跟你谈到 去年的夜城赚7块4 7.45 我当时预估 结果出来是7.44 差不多 然后今年的夜城要赚10块钱 所以我买在110块 我买在北比11倍 我认为我的价值是存在的 对吧 虽然今天差下去了 尾巴还是给我拉起来 如果一家公司可以赚10块钱 打到100块 我问各位北比打到10倍 你觉得它还有多大的下跌空间 更何况我们在讨论的关键点就是 去年赚7.44 今年赚10块钱 它的年增率高达 就是获利的年增是高达到 高达三成以上 通常我们给的北一比不是10倍 我们给13到15倍 那个北一比是这样给 因为你在成长 这叫成长性的公司 可是多数人做股票不是这样 消息面看好往上追 消息面看坏往下杀 所以我想 我的看法是这样 因为我时间真的很不够 如果你真的有时间 你真的想听我的 讲的比较详细的话 你可以上人约投顾的网站 我有广播 那一讲跟你讲半个小时 我认为大盘要进入中期整理 它叫短空中整理长多 因为即现在往上走 在这个整理盘的过程当中 那么会怎么样 价值股已经不会出来 价值股 所谓价值股有低北一比 低净值比跟什么 高值利率这个不会出来 整理的形态代表短线的活力减退 所以它未来会走成长股 成长股的部分 我的看法是车电 物联网跟车联网 这三大领域 我跟各位谈 这结论先给各位 所以当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 我会往这边去做布局 譬如说我的企迹在今天稳定了 虽然三大法人最近一直在卖 有人问老师 企迹的三大法人在卖 但亲爱的投资朋友 企迹做的是防撞雷达 率先通过Toyota的认证 已经接到订单 去年赚了快六块 可是你偏偏去买 去年亏损七毛四的明台 完全还没有接到任何的订单 通过认证没有还在 还在重量认证当中 做股票一定要考虑到更详细 车用电子的部分会起来 这个地方我们先做观察 第二个叫物联网 第三个叫车联网 所以我们在做股票的过程当中 你如果能够思考的更为周详 更为缜密的话 通常股价的走势就容易判断 好我再讲一次 结论给各位 这是一个跌破一月线 所以它进入一个中段整理 中期是一个整理盘 短线是一个空方的结构 跌深之后会做反弹 但是如果两天之内 没有拉上月线之上 短期就是一个 中期就是一个整理盘 整理盘大概三到五周 我看好的是车用电子 车物联网跟车联网 我会往这边去做布局 有信任的话 可以跟上我的脚步 谢谢今天收看 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拜拜 有加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